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参与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参与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十二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自一百零三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歌课程纲要 则在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底发布 并于一百零八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 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参与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制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级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 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 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涵域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九九课纲到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 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 参与询课纲亦应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气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果因数可以实行分组 不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夫妇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不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之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 在不定群实习课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参业群 群共同课程 专业课目维持两个课目 其学分数由12学分调整为14学分 实习科目也维持两个科目 其学分数由16学分调整为12学分 全部合计26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将参与群整合为四个技能领域 藉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学习群科间共通能力及基本职能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共通技术能力 参与群共安排四大技能领域 分别为厨艺技能领域 烘焙技能领域 旅宿技能领域 及旅游技能领域 本群所属之科别 均可由四领域中选二领域 共计22学分收习 新课纲相对于99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 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 以每个技能领域 都有1至3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有关调整科目 主题及学习内容 首先为群共同专业科目 科目名称由参吕概论 修订为观光参吕业导论 学分数由2、2 分为3、3 因学分数增加 故修订主题两项 新增主题六项 及删除99单元三项 再来一样是群共同专业科目 科目名称由参吕英文与绘画 修订为观光参吕英语绘画 学分数不变 修订主题15项 新增主题3项 及删除99单元7项 接着是群共同实习科目 科目名称由参吕服务 修订为餐饮服务技术 学分数由3、3、2、2 减为3、3 减少知学分数调整至 旅速技能领域中的防务实物 修订主题11项 与删除99单元9项 接着一样式群共同实习科目 科目名称由饮料与调酒 修订为饮料食物 学分数不变 修订主题5项 新增主题2项 及删除99单元1项 接下来是厨艺技能领域 新增中餐烹调实习科目 学习内容有食材的认识与分类 切割及刀工练习 各类基础烹调法的认识等 主题有8项 一样是厨艺技能领域 新增西餐烹调实习科目 学习内容有香料与新香料的认识 基本西式烹调法 西式甜点制作等 主题有11项 接着是烹焙技能领域 新增烹焙食物科目 学习内容有烹焙设备 器具操作 烹焙产品如面包 蛋糕 西式甜点制制作等 主题有10项 旅速技能领域 科目名称由餐旅服务 修订为房屋食物 学分数由3 3 2 2 减为2 2 减少知学分数 调整至餐饮服务技术中 学习内容有客房清洁作业流程 铺床作业等 主题有9项 另外 旅书技能领域 新增旅馆客户实乌科目 学习内容有旅馆的类别形态 定房的作业细则 客户系统认识与操作等 主题有10项 最后为旅游技能领域 新增旅游实乌科目 学习内容有旅行业的分类 出路径作业 航空票务基本认识等 主题有6项 旅游技能领域 新增导览解说实乌科目 学习内容有导览解说的 一语功能 导览解说员的工作内容 导览解说规划的作业程序等 主题有9项 旅游技能领域 新增游程规划实乌科目 学习内容有游程设计的功能与目的 台湾本岛各区域游程设计 旅游包装等 主题有5项 接下来是 蔡旅群各科的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除群共同专业实习科目 蔡旅群两科 皆可在厨艺技能领域 烘焙技能领域 旅宿技能领域 及旅游技能领域 4领域中则2领域开设课程 供学生学习 学校可依以下4个方式选用 布定科目之教材 1.国教院审定版 2.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群课中心编审之教材 3.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即 4.经学校科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 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中心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 务实致用之 中心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 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地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即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普高及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 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 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决例来说 把食材烹调好 只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如果学生在过程中 追求呈现美学涵养 创意思考 以及团队合作 即是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 在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中 参与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 共有六项 各校之参与群科 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在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 学习表现 主题及学习内容 以专业科目 观光参与业导论为例 学生在学完观光参与业导论后 会有五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八大主题及其学习内容 参了群各科 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 约68至78学分内 发展与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不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验警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科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了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以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 来进行规划 首先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这张图是学校邻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群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观光事业科为例 学校周边有大型连锁旅馆 连锁餐厅及旅行社 会有服务接待 行程规划等产业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 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 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餐饮管理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基础能力 并高对应到三项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二到四项 则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的二到四项 呈现分流能力的规划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 第五及第六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终生学习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 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 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般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 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并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实行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 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九九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 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行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 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康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达学生 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至1.5倍 以餐饮管理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饮料食物科目 与第3及第5、6项科专业能力是低度对应 但是在第1、2及4项是高度对应 表示饮料食物科目和餐旅基本知识 餐旅外场能力及餐饮商品研发的专业能力 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 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业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此页之课程地图 是以餐饮管理科为例 我们可以看出 科专业能力与布定必修 及校定选修课程间之关联 藉由火化及开设多元化课程 创造符合未来产业能力需求 与职场进入之人才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建议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先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参旅群的专业课程 一般科目只开设在 艺术、自然、社会领域中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 一体融入、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 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除了艺术领域是 三科目则两科目开设外 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 至少要开设两科目 从另一角度 以专题实作课程为例 透过英语文的生活用语 及职场常用词语 来规划游成语导览 并结合一般科目 美术的设计思考 来设计导览手册 最后借由文化与实物 及台湾建筑的多元面貌 来进行人文古迹解说 通过这样的多重结合 可以帮助学生 在专题实作中 有更深入的发挥 群科的专业科目 与一般科目彼此间 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本群开设 烘焙食物时 其需具备代数的运算 能量转换 商业艺术与设计 产品叙述方式等的知识 除了布定科目 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时 亦可检视专业 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可帮助学生 学习更加顺利 例如数学 艺术 语文 自然 及社会领域 等相关联的学习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